刘仲敬 民国人物纵横谈 陈炯明 刚才讲的都是物虚的东西 因为历史是从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社会团体的命运当中展现自身的 所以民国这五条路径互相纠结程度也可以从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代表人物 用比较俗烂的话就是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身上展现出来 例如像陈炯明1878到1933和严西山1883到1960这样的人物 陈炯明 他的出身原先是秀才 是清朝按照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最后一批秀才 但他在秀才考完了按照正常情况应该考举人的时候 科举制度废除了 开始办新式学堂 于是他进入了广东法证学堂 广东法证学堂不是孤立的存在 它是当时各省创办的这类学堂中的一个 是晚清新政的一部分 新政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 要改变司法制度 因为这跟治外法权有关 治外法权存在的理由也就是所谓不平等条约存在的理由之一 就是外国人不能忍受大清那种野蛮的诉讼法的审判 他们认为只有现代的法律才能适应公正的审判 他们作为文明国家的国民不能受中国这种野蛮的代体罚代酷刑又没有让被告人权利受到充分保障的司法体系的管辖 因此他们要求有治外法权 不受你野蛮的法律管辖 你要取消治外法权 首先就要实现自己内部司法体制的现代化 要把司法权从行政权里面剥离出来 设立不受行政权节制的单一司法体系 法证学堂就是这样建立起来 为这样一种改革培养人才的一个机构 刚刚才培养人才没有几期 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就中断了 一直到民国前期 整个民国前期内地的司法官员仍然是高度稀缺的 在很多地区北洋政府不得不继续沿用前卿的规矩 由宪官代理法官 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政策上的缘故 就是因为人才缺乏 法证学堂培养的人还太少 就被打断了 陈炯明就是各省所主办的这种法证学堂的学员 而这些法证学堂尽管政策是中央给的 但是财政却是各省给的 他们如果毕业以后进入立宪会议中准备建立的各省司法机构 那么他们的财政基础也仍然来自于地方 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实际上中央已经不可能筹出钱来了 弘扬以后 清政府原有的财政体系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如果没有地方试身的筹款的话 那么清末大部分新政是无法展开的 地方试身的筹款责任对后来民国限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为谁筹款谁就有发言权 既然身是负责筹款 军人负责统治 那么就产生了陈治让所说的军身政权 也就决定了限制的道路 在这种体制下不管怎么样北伐或者南征都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统一的 国民党后来实现民意上的统一 它的财政基础就是 它能够改革关税 能够跟列强达成协议 大幅度提高关税的收入 通过上海和天津的海关筹集它大部分的收入 一小部分收入又能够通过统税从比较现代化的城市中的企业里筹到 这样它不再需要地方财政 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能实现统一 陈炯明那时候地方士绅负责筹款 办新学校 办银员局 办保卫团 办各式各样的地方事业 这就无形中大大加强了王刚解纽时代士绅的权力 同时也造成一种士绅自我培养的机制 像陈炯明这样 本来他有可能是中秀才中举人 然后变成左宗堂是旧是身 上了法政学校 然后还当选了广东省的资议员 很明显他就是广东未来的新精英集团的成员 他加入同盟会 然后依靠惠州老乡的支持 在广东惠州一带组织了一支称为巡军的部队 当时龙统帝把这些部队称之为民军 辛亥年他率领这支部队 和广东各地的民军一起进入广州城成立军政府 但是问题立刻就出来了 广东省的士绅不太愿意 也没有必要供养如此之多品流混杂不齐的民军 还有清朝龙纪光流下的滇军势力 这是不必要的也负担不起的 但是该怎么裁剪或者说有谁负责裁剪 很明显就是一个非常得罪人的事 胡汉民是一个文人气质比较浓厚的人 承担不起这份工作 能干这种事情的德是一种比较能杀伐决断 不怕得罪人 肯勇于认识的人 而陈炯明年纪又轻 他手下的巡军也有一定的战斗力 他能够承担这种责任 所以广东的都督名义上是胡汉民 实际上是陈炯明 而陈炯明在办这件事情的时候 伴得是相当的公正无私 因为他把自己搞出来的巡军也给解散掉了 等于说是做得非常大公无私 但是这种大公无私会变成他吃亏的根源 因为后面二次革命的时候 他没有自己精干的武力了 国民党后来强调要一党专政和党国的必要性 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历史挫败经验的影响 他等于说我过去太天真了 这种天真不仅害了我自己也害了国家 所以下次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无论如何不会解散党军的 军对国家化理论上是很好的 但实际上没有党国核心 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华民国 放弃国民党的武力就是放弃中华民国 我们不能为了虚名使人民遭受实际上的灾难 过去我们已经天真了一次 今后不能再继续天真了 主要是这个因素的影响 陈炯明解散军队以后 在民国元年那种小阳春的气候之下 一度是很打算在广东搞以经营实业为主的政府 暂时二次革命的危机马上就来临了 袁世凯对二次革命的态度 他不是要赶尽杀绝的 而是按照老观念的那种玩弄权术的手腕 采取分化瓦解的做法 他不想把国民党全部干掉 他罢免了国民党三位都督 包括广东胡汉民 江西李列军和安徽博文为这三位都督 暂时对继承人他采取分化的方法 他把北洋的李纯派到江西 这是占国民党的地盘 给你一个打击 把北洋政府势力强加给你 但是还是让陈炯明接替胡汉民的位置 也就是说他对国民党的打击和限制是有限度有节制的 如果你不愿撕破脸的话 我仍然给你一个台阶下 看你下不下了 这个台阶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起到分化国民党的作用 国民党内部有很多温和势力觉得这个台阶是可以下的 犯不着撕破脸 我们跟李烈军也没有什么占亲戴故的 再说中央政府任命行政官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国民党还是国会的多数党 将来仍然是大有可为 截至政府还是大有可为 犯不着为了这点小事撕破脸 这样赞同孙文主张二次革命的就变成少数派 袁世凯成功实现了分化国民党的目的 他提拔陈炯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跟他后来提拔蔡厄原因也有点像 他想尽可能地分散所有高级将领的权力 包括北洋高级将领权力 办法就是提拔后生晚辈 提拔没有什么资历的晚辈 如果按照他的设想的话 陈炯明取代胡汉民 陈炯明应该对他有所感激 有所感激就会导致陈炯明对国民党的忠诚有所动摇 而国民党也会对陈炯明不那么信任 一方面他给自己的组织输入了心血 避免了段祺瑞这样的老将挟持领导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他又进一步分化了国民党的心境力量 他就可以让自己成为一种超然总统 超然总统是不分党派的总统 我站在中间 国民党站在一边 北洋站在另一边 我谁都不偏袒 双方都必须求助于我 如果北洋势力起来了 我就提拔两个国民党的新人物来压压你 如果国民党太嚣张了 我就提拔两个北洋人物来压压你 后来其实蒋介石处在蓝衣社和思思系和其他派系之间 无非也就是这样子 中国近代以后基本上所有的领导都精通这种权术 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不是西方那种民主 但也不像某些知识分子所谴责的那样要搞绝对独裁 他们要搞的是一种全民领袖式制度 党派我是要的 名义上叫党还是叫派那无关紧要 暂时党派你们要在下面斗 我这个领袖不是一个党派派出来的 不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派我做领袖 恰恰相反 我领袖就是国家 我高高在上 像伊朗宗教领袖那样 不受任何党派约束 而你们几个党派在底下互相掐得你死我活 我以仲裁人的身份调节你们各党派的冲突 这样我的江山才会更加稳 袁世凯当时的计划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有很多人不满意国民党搞二次革命 觉得你完全没必要这样搞 明显的违宪 对自己也不好 其实国民党这样做也有他深层次的原因 至少孙文是看懂了袁世凯这种心思 他不想配合 对他来说 如果袁世凯高高在上 我孙文 段祺瑞 梁启超在底下厮杀 我厮杀得越狠 袁世凯这个高高在上的仲裁人地位就会越稳 那我岂不是全白干了 我宁可要把自己毁掉也要把你毁掉 我跟你拼个你死我活 虽然我部队完全打光了 我变成流亡者 但是我也把你袁世凯从中立的最高领袖的位置上拉下来了 打了这仗以后 那就很明显 你袁世凯就是北洋的领袖 你不是全国领袖 我们国民党是你公开的敌人 你做不了高高在上公正平衡的全国领袖 你只能变成斗争的一方 而不能超越斗争之上了 做到这一点 我虽然牺牲了自己 但是我也已经成功地让你输掉了 这其实是一个很高明的权术 后来有些批评孙文的知识分子反而是太天真了 或者是他们自己对马基亚为利主义的了解还不够深刻 恐怕街市上的流氓或者是愚夫愚妇还清楚一点 这种做法实际上就相当于穷困的小民跟富贵人家打官司打不赢了 一撒泼我在你门前吊死 我是不活了 但是我给你制造足够多的麻烦 以后官府或流氓会给你不断地找麻烦 我宁愿两败俱伤也不愿意让你占便宜 让你获得胜利 我想 现在至少在中国农村里面 相互之间打官司 还有很多人用这个战术 这种战术你可以说它相当土鳖相当野蛮 绝对的不符合废恶泼赖的原则 绝对的脱离现代政治文明 但是它确实是有效的 而且中国近代以来能够在政治上成功的领袖 都是不讲废恶泼赖的 都是会撒泼 懂得这种血仇原理式的野蛮斗争哲学的人 孙文在二四革命中表面上的愚蠢 实际上证明了他比那些讲废恶泼赖的 相信规则的黄星 宋教人之类的人 将来会更有资格成为中国的领袖 实际上在二四革命当时他已经证明这一点了 但是陈炯明还不懂这些 陈炯明当时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人 非常天真一切按照原则办事 他解散寻军事不顾自己政治利益 坚决拒绝投靠袁世凯 在最不利的时候坚决忠于国民党最后被迫流亡国外 也是忠于原则和理想的体现 既然为了国民党流亡过 他本来应该紧跟着国民党 但是孙文要求党员绝对效忠于他 建立起中华革命党 他坚决拒绝 因为这样做你跟袁世凯有什么区别 我们当初反员不就是为了反对这个吗 现在你也搞这个 那我连你也不支持 这样他基本上就变成一个孤家寡人了 在香港也待不下去 英国政府在袁世凯压力之下 很有好地要求他最好换一个不太敏感的地方 于是他只好往南洋马来亚那边跑 在这个阶段 陈炯明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 为理想把什么都牺牲了 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但在这个时候 袁世凯走了一步错棋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红线称帝 红线称帝为什么是一步错棋 因为他不是利益引起的 而是各方认知结构的错位引起的 袁世凯的想法是怎样的呢 他是办理善后大借款的主持人 他知道他的胜利是非常短暂的 他加在军队和国会之间 国民党虽然在军事上垮台 但是在国会中还有很大的势力 而且进步党也并不真正地拥护袁世凯 袁世凯搞党派政治很不得力 可以说国会不是他自己人主宰的 国会不断地在财经方面找麻烦 国会自己筹不出钱 而袁世凯向银行借钱时 他们还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刁难袁世凯 而另一方面军队越来越跋扈 打败南军其实仅仅意味着加强北军的势力 而袁世凯对北军也不是很感冒 他知道这些人伟大不掉 对他自己也不太尊重 他早就想分散朱江的权力 但是又做不到 一方面军队要钱的胃口越来越大 一方面国会对他很苛刻 这两相加弓之下 镇压二次革命胜利 那个短暂的荣耀是维持不了两三年的 他很快就会在两面加弓之下 即使不垮掉也会被搞得灰头土脸 因此他必须利用胜利以后余威尤在 大家还有点怕他的时候赶紧搞出个新体制来 能够把国会和军队同时压住 在他看来军队为什么老是这么不老实 因为没有皇帝了 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人 你袁世凯不过是个前朝将军 前朝将军也不止你一个人 像岑春轩这种人资历是和你一样老的 为什么大家不能都当领袖啊 个人一闹起来这样秩序没法维持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皇帝 杨渡和周围的文人之所以要拥护他 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惯例 胜利的领袖应该跟文人结成联盟清洗军队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么文治国家没有办法恢复 官僚机器统治机器没有办法稳定下来 人民为了养活十分庞大的军队会破产的 清窑薄覆没有办法实现 要想拯救人民 唯一的办法就是走称帝这样的路 要把领袖和他的将领区分开来 文人要跟领袖结合 把他的功臣和将领要么和平清洗掉 要么武力消灭掉 消灭掉这些人 解散掉军事力量 然后帝国的文治才能复兴 士大夫和皇帝共治的体系才能够恢复 等于说是领袖和文官士大夫和谋 把领袖原有的军事支持者搞掉 完成这个步骤之后 长治久安才能实现 他们认为袁世凯现在缺的就是这一步 这一步走不好 接下去就是五代十国 这一步走好了 那就是明清时代的盛事 所以他们的考虑也是有其道理的 但是袁世凯政权班底 以及各省班底是什么样的 他们大多数都是清朝的旧历 他们效忠于民国 他们是有此可解的 因为民国没有皇帝 我不是背叛大清 我没有当二臣 因为当时对民国共和的理解就是三代上古之志 这是远远流长的 从郭松到和薛福城那时候就开始了 儒家的大臣看到美国 总统是民选出来的 他们就大声疾呼说 这是三代上古之事啊 这是唐瑜之事啊 这比以后加天下 思天下要无私多少倍啊 这不就是我们儒家最提倡最羡慕的三代之志 公天下之志吗 秦汉以后不都是思天下加天下了吗 只有美国是公天下 符合我们儒家的理想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民国有他一部分传统上的合法性 就是由于这种公天下的表面上的相似之处 像后来当满洲国总理的政孝须就说 共和是一件异常美好的事情 儒家士大夫要赞成共和是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我个人不能参加 为什么呢 因为共和虽然好 但是我已经受大清皇帝的厚恩了 我作为士大夫 受了大清皇帝的厚恩 不能报恩 这是我个人的耻辱 但是不是说民国不好 没有受过大清厚恩的 当然可以投效民国的 因为民国的理想是完全正确的 而林元宏和徐世昌那些人呢 他们没有这样高度的道德观 但也可以运用这个逻辑 他们可以说 投效民国不是背叛大清 也没有背叛儒家理想 而是效忠一个更高的理想了 所以他们可以说的过去 如果袁世凯一旦当了皇帝 那就不得了了 那样我就等于是从旧皇帝投奔新皇帝 这就跟吴三桂一样 从明朝皇帝手里投奔满清皇帝 因为你不是老百姓 你是吃着前朝皇帝的俸禄 前朝皇帝垮了之后你理应退休 即使不自杀的话你也应该退休 忠臣不是二主 猎女不是二夫 再去侍奉第二个皇帝 那你就跟在家的寡妇一样可耻 这就跟效忠于共和事不一样的了 遮羞布就要被扯掉了 像袁世凯八 如果他当共和国的总统那没有关系 大家都是公仆 虽然你当过前卿的大臣 那没有关系 但你如果当了共和国的总统以后 你再当皇帝 那么你就是欺负孤儿寡母 那我们就要联想到王莽这个人身上了 在这方面的历史现象就是王莽 你欺负孤儿寡母 不是通过打天下这样硬干的手段 而是通过狡诈的手段把天下骗到自己手里面 你同时欺骗了大清和民国 大家很难说你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 于是 袁世凯手下的前朝就立和他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难找到一个合理的自我解释 而反对他的人倒可以理直气壮了 因为你无论用什么理由都可以反对 像是徐世昌 段祺瑞和黎元宏这些人拒绝接受袁世凯任命 这样他们就保留了一个模糊空间 怎样解释都可以 照旧事例看来 这些人还是有良心的麻 他们当初拥护共和 是为了姚舜之志的目的 不是对不起大清 而现在有人真正要对不起大清了 他们就不肯合作了 在新势力看来 这些人还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把他们争取过来 他们毕竟还是有可能效忠共和的 这样他们保全了自己的节操 也保全了最大程度的在政治上进行自由选择的灵活性 而袁世凯就把这两方面都丢光了 事后看来 袁世凯这么做是相当愚蠢的 但是他也有他的苦衷 他如果不这么样做的话 二次革命以后再过两年 他借来的这些钱就花光了 那么他处境怎样呢 他还是会面临跟现实一模一样的状况 老实说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来看 这个总统他是无论如何都做不下去的 可以说怎么样都会搞到众叛亲离的地步 他选择了他自己比较偏爱 比较符合他自己价值观的 认为能够走通的道路 结果证明实际上走不通 但他即使换其他路 其实说白了也还是走不通的 镇压二次革命的胜利对袁世凯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对他真正有好处的事情反倒是中国进一步分裂 赋予地方更多的权力 让地方像阎西山那样 自己负责去借外债 自己负责去办理自己的经济 大大减轻中央政府负担 那样情况下他很可能会作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元首和仲裁人 说不定还能幸存下来 我们回到陈炯明的问题上 袁世凯这样一搞就给陈炯明提供了机会 于是广东像龙继光这样的旧势力处在很尴尬的地位上 他原先是大清皇帝的将领 投效民国是没有关系的 现在要继续拥护袁世凯投效地质 那就变成完全是贪图袁世凯的绝路了 变成一个纯粹自私的牺牲原则的人 再也没有任何号召力了 而陈炯明在二次革命的时候曾经希望当地的士绅给他出钱 帮助他抵抗袁世凯 但是当地士绅拒绝出钱 他们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曾经给陈炯明出过钱的 他们的理由是共和已经建立 现在应该是大家好好搞建设的时候了 没有必要为了小事情搞分裂 你们跟袁世凯都是共和国的不同派系 为了这点事情打闹是不值得的 他们拒绝出钱支持 但是袁世凯称帝以后他们再一次便得愿意出钱了 陈炯明回到他的老家 在惠州另外编制了一支民军 这支民军号称越军 越军就是后来炮打孙中山的那支军队的前身 这支军队建立以后 陈炯明也许是吸取了原来的教训吧 也许是因为他和地方士绅之间已经建立了更加牢固的关系 这支军队始终没有解散过 黎元洪法统重光以后 理论上各省和解交战各方同时交出兵权 陈炯明也形式上交出他的兵权辞职不干了 把他建立的这支新的越军交给黎元洪段祺瑞联合的举国一致政府 由文官朱庆兰管理 但是这个管理是有名无实的 朱庆兰在任何军队中间都没有任何势力 越军也好 广东的各军也好 他都是号令不动的 他只是充当一个看守政府的角色 在黎元洪段祺瑞 政府暂时能够同时得到进步党 国民党和社会各方支持的情况下 各军暂时服从他 一旦这个举国一致政府解体 他的控制就到此截止了 朱庆兰当政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随着南北第二次决裂 国民党和段祺瑞再次分裂 陈炯明的地位再次突出起来了 因为他的部队和陆荣庭的部队 就变成护法军政府的主要依靠了 随着孙中山和西南势力关系日趋紧张 西总裁制取代大总统制 粤军作为孙中山最可信赖的部队 在广东本地也无法立足 跟着陈炯明以元敏的名义开到福州 驻扎在张煞一带 在这个时期 陈炯明开始转型成一个地方建设者 一般颂扬陈炯明的人 都是颂扬他地方制度如何如何好 他首先就是在张州一带 推行他开明的政治改革的 他本人是一个生活朴素 不大爱钱不大任人为亲的人 所以他的地方是一个小型的模范县 随着贵军势力内部的分裂 孙中山主要依靠扩充后的越军 回到了广东 这时候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分歧 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对于陈炯明来说 他本来是广东的省议员 他觉得应该恢复被打断多年的广东省的建设了 广东省长期以来被克军盘踞 要么是袁世凯派来的北军和滇军 要么就是西南势力的滇贵联军 现在广东的政权终于回到了广东本省人的手里面 是该好好搞建设的时候了 需要休养生息 他希望即使是要进一步进攻广西 也要在广西建立一个自治政府 希望孙中山把广西省长的位置交给马军武 然后让马军武做一个广西的陈炯明 然后把四川交给熊克武 在国民政府能够控制的四川云贵和广西广东 这些地方搞成一个联省自治的模范 当然这些联省自治模范中最富裕最有前途的肯定是广东 而广东肯定是他的地盘 他希望孙中山做一个虚伪的领袖 然后他和广东市深之间能够达成协调 把这个联省自治的格局搞下去 但孙中山是不能接受这个设想的 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广东人 但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满足于异域之地了 北伐是他不可避免的选择 如果陈炯明不配合他的话 他就把基地改到桂林去 但他之所以能够控制广西 主要就是靠越军的武力 越军在进攻广西的战役中损失非常之大 需要休养 已经不大愿意打仗了 他以桂林为大本营北伐 依赖非常不愿意打仗的越军和抱有很大敌意的贵军 贵军陆荣亭虽然下野 新贵军仍然在李宗人 白崇喜 黄绍红的率领下正在慢慢集结起来向桂林靠拢 越军不愿意保护孙文 只管自己撤回本省了 他的北伐计划完全泡汤 在这种情况下 孙中山还是觉得越军本身虽然是他的老同乡 也是需要铲除的对象 于是就发生了刺杀邓坑的案件 这个案件如果从利害角度来推测的话 最有可能的是孙文廖仲凯和蒋介石那些新兴国民党嫡系部队打击越军势力的行动 这个时候陈炯明采取了一个退让的政策 他辞去了一切官职 退回老家惠州 但是可能还是在幕后操纵越军军官 这是一个双方下台阶的做法 如果按照民国初年那种比较费恶破赖的作风的话 那就有几种不同的选择 要么是你让一步我让一步 陈炯明既然已经下台 那么孙中山也应该给点面子 从越军中间挑一个和陈炯明比较相似的人出来接管越军势力 然后就应该很知趣的不再要求更多 这样他和越军的关系还能够维持下去 要么呢 你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 还是要继续坚持北伐的话 那么你就干脆重新引进滇贵或者其他的军事势力 驱逐整个越军 好好打一场 但孙文在这两方面都做不到 双方在很尴尬的状态下僵持 在这种情况下 广州各界的身伤开始出来扮演调停人的角色 他们希望既然是第二次法统崇光 林元宏已经回到北京 孙中山赖以支持的救国会议员大多数已经回到北京 那么护法军政府的法律意义已经消失了 最好是孙中山和徐世昌同时下野 这样就显得比较体面 也显得任何一方都没有吃亏 但是徐世昌已经下野 孙中山却始终不肯下野 要想让他比较体面地后退 那么就需要有三不屈的压力 第一步是世身派请愿代表团和社会名流向他进行劝说 同时蔡元培就在北方的名义给他打电报劝退 希望他体面地撤退 第一步孙中山不撤退 第二步就是越军的基层军官开始在广东闹事 制造一种社会治安不稳的局面 希望孙中山你要么能够维持秩序 要么维持不了的话你就另让闲路 这样孙中山非但不肯撤退的话 他采取了一个更加激进的道路 他扬言说要用毒气弹杀进越军 华字日报 1922年6月14日 但他实际上手头又没有这样的武力 他真正能够依靠的就是成碧光带领的那些海军 但是他的确有可能像以前炮击莫荣新那样 用海军炮击越军在沙面一带的军营 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需要政治审慎的时候 在接下来的616事变和永锋剑事变 这些事变到底是出在怎样的情况下 到底是越军的下级军官根据陈炯明的指示发动的政变呢 还是陈炯明本来打算采取一步一步施压把孙中山赶出去的手段 但是被一小撮比较缺乏政治手腕的军官误解了他的意思 或者没有能力执行这样微妙和敏感的任务 直截了当就动粗了 不好说 但是反正消息传到惠州的时候 陈炯明表现得相当意外 这个意外不一定表明他是无辜的 他很可能是本来制定了一个很精细很巧妙的计划 可以不担责任 不把任何人的手弄脏 不用起冲突就把孙中山赶走 你们偏偏这样没有耐心 一下子把我的好计划给破坏了 他的惊讶可能是这一类的 但是无论是出于哪一类的 总之永封建事件的结果就是使国民党过去的利益共同体破裂了 早期国民党利益共同体不大像晚期国民党 反倒很像是陈炯明的志工党 他是一个半邦会半同乡会的组织 广东地方主义色彩是极其浓厚的 局外人是刀叉不进水泼不入的 像蒋介石那样的人 在早年虽然不但为国民党立下汉马功劳 甚至还愿意给孙中山本人干脏活 四杀逃成章 但就算是他也始终是混不进广东人把持的核心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国民党中的广东利益集团 和邦会集团之间利益共生已经达到了难以打破的地步 陈炯明这么一来实际上是帮助孙中山打破了这个他早晚要打破的利益集团的锁链 可以说孙中山如果受制于这个利益集团给他划定的轨迹的话 他顶多是广东和侨民的领袖 永远做不了全中国的领袖 但是要跟这个集团决裂的话 那又种下了以后无数次裂变 或者说西南政务委员会之类的宁月分裂的祸根 如果我们把国民党本身看成是一个生态系统的话 那么陈炯明这个人和蒋介石这个人的生态位恰好是相同的 有陈炯明就没有蒋介石 有蒋介石就没有陈炯明 蒋介石后来得到的就是陈炯明如果顺着孙中山的话 本来就可以得到的东西 但那就要求陈炯明背叛他自己的小利益集团 他做不到 结果蒋介石的后期国民党变成了一个新党 而陈炯明的志工党反倒是继承了早期国民党的一波 他变成一个华侨帮会的广东地方组织 出于上述原因 蒋介石任何人都可以宽恕 包括北洋军阀的将将他肯定可以宽恕 李宗人白重洗他可以宽恕 共产党投诚过来的人张国道之类他也可以宽恕 他只有一个不能宽恕就是陈炯明 因为宽恕了陈炯明 陈唯一能待的位置 就是他蒋介石现在所待的位置 宽恕陈炯明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蒋介石的位置让给他 宽恕其他人倒是没有关系的 你把广西或者山西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让给他对蒋介石没有直接伤害的 只有陈炯明 蒋介石是不能宽恕的 因此根据这个理由 志工党必须是新国民党的不共戴天之仇 这不是政策方面的仇恨 而是一个生态为竞争方面的仇恨 这个生态为竞争方面的仇恨可能在台湾现在的客家人或者是江浙人之类还可以显示出一点 在这个问题上不管你表面上是呈现什么或者说政治经济政策什么的都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人事派系和生态为竞争的问题 这才是真正核心的绝对不能妥协的问题 于是陈炯明志工党就扮演了可以说是清朝末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前同盟会在海外的那种角色 争取马来亚、檀香山、香港各地华人社会的支持 尽可能地排斥敌对社团 如果发生冲突的话 也不排除用黑帮手段去或者是日本那种方法去暗杀你 如果辛亥革命没有爆发的话 那么国民党可能永生永世就是这样的组织 如果社会进一步现代化 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起来的话 这样的组织发展起来就可能是马来西亚那种马华工会 马拉利森安奇恩斯阿索恰身那种模式 最后是到1948年新政协召开的时候 志工党投向了共产党那边 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接近共产党 而是和国民党的仇恨无法逃脱 实际上如果从纯粹政治角度看 假如国民党是一个温和左派势力 而共产党是一个强硬左派势力 那么志工党倒是一个比较偏右的势力 他去共产党的距离肯定比去国民党更远 去梁启超的进步党的势力倒反而比较近 但是出于生态位的原因 他反倒为了仇恨蒋介石的缘故而投入共产党的怀抱 志工党是陈炯明留下的唯一一个政治遗产 他等于是构成了一个日渐衰落的海外华人社会的一条线 这个海外华人社会在他刚刚形成的时候 即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 虽然地跨几大洲 西面远到南非 东面远到哥斯达里加 最主要的基地在马来亚和檀香山 但是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具有高度的一体性 二战以后反制主义打破了这种传统 但也留下很多活化史 你如果真正想了解孙中山的为人 或者想了解早期国民党人的行为逻辑 那你最好的办法不是去看国民党边的党史 也不是共产党边的这些东西 你最好的办法是设身处地到南非 或者是哥斯达里加去 找那些老华侨 只会讲广东话 不会讲普通话的老华侨 千万不要找九十年代过去的新移民 那些老华侨只会讲广东话和当地的语言 他们组织了自己的独立社团 跟当地人形成了非常密切的契合 也有点像马来西亚那样 他们不太积极参政 不怎么争取在现代政治中有自己的政治权利 而是争取一种类似于文化非地的存在 你进入他们的社会以后 你就能够理解孙中山和廖仲凯和胡汉民那些人 当时是怎么想的 后来国民党对他们的解释反而是特别不正确的 制工党留在大陆以后失去了他自己生命的根源 也渐渐变质变成了花瓶式的组织 而原先实力最强的檀香山的华人 卷入了美国二战以后的族群政治 变成了现代华人 也极大地失去了自己的本色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社会 因为卷入了冷战结构的缘故 也跟着扭曲了他原来的结构 原来的特征 反倒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这些老社团 因为是像桃花源一样 世界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巨大波动 都没怎么从他们身上卷过去 他们最多地保留了文化的原汁原味 所以真正的早期民国既不在中国 也不在台湾 也不在南亚 反倒是在哥斯达黎加或者南非 这些老华侨的社区中间 陈炯明就是他们的精神兄弟 理解了他们就理解了陈炯明 这就是陈炯明的故事 他这个人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巨大的历史 如果放在欧洲的话 他和他的群体就相当于是波兰或者爱沙尼亚 一个小邦的历史 如果像杜赞奇那样要从民族国家的中间发掘历史 这才是他应该发掘出来的东西 全文完 2014年12月14日北京富城金鼎俱乐部讲座 新春秋时代 民国的五条可能路径 节选 节选